今天這個活動跟過往機場稍微不一樣的是 我們今天是一個比較是純刻骨演講的形式 然後這次要到的講者是范光榮教授 剛剛在跟他聊的時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我們范教授其實已經退休了 但是呢退休這叫什麼退而不休 退休以後的日子其實是更忙 就是范老師大概每個月都會有好幾場 十場左右以上的這個演講場次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范老師受歡迎的程度 那因為是要為這個嘉日科學網上作為一個開場 我當然還是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先問一下第一次來我們這個活動的朋友可不可以舉個手 今天有新同學喔?沒有嗎? 您第一次來對不對? 那再上去什麼?一個人嗎? 你們三個對不對? 好好歡迎你們 那這個活動呢?我是誰?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記者朱慶奇 然後是這個嘉日科學網上活動的主持人 也是計畫主持人 那非常感謝國多會跟中央大學對我們這個經費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持續辦這個活動 好 然後這個活動呢 每一個學期 每個學期喔 只要是禮拜六沒有特別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沒有什麼研討會啊等等 我們都會持續的搬下去 那歡迎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鼓勵 聘請指教 好 那在這邊也要跟這個線上的朋友們打個招呼 所以線上的朋友就是他們因為報名沒有辦法來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讓他在家裡透過這個網路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如果兩個都錯過 您不能來現場 也不能在線上收看 怎麼辦? 你們都是救生喔 所以應該有最好答案吧 這是在幹嘛的 欸? 小四嗎? 我記得 這樣問你一下 好 這個 那你再給我看一下名字 就是讓你貼貼名牌 好 來 因為那個本人不… 不方便露臉 對 不方便露臉 我們這個派子公仔 我們這個溫孝錦同學跟我們說 如果您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或者是也沒有辦法現場收看的話 歡迎上知識大講堂 如果忘記這名字也沒有關係 上社交中心的網頁 然後它就會連過去 我們會把這個影片剪輯在知識大講堂 然後你隨時可以去看 OK 好 那我的介紹呢 大致上就到這邊 范老師的這個演講 我覺得我不需要多說 為什麼 從小一 你小一嘛對不對 好 可能到大一 到… 不管是小朋友 或者是老人家 范老師都有辦法拜平 這個我沒有辦法形容 就是我自己是 聽了范老師演講 一聽就著迷的這種人 大家剛剛跟我開玩笑 我說 你真的很勇敢 我說為什麼 你請過我來 你還敢再請我 我說就是因為請過你來 才會想再請你 那各位待會就可以見識到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那我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范教授 謝謝 講之前呢 謝謝 朱老師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 謝謝 這樣 朱老師請我來演講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很少 以前我想一半以上 可能會聽過我演講 所以我把上一次的砍掉一半 不過沒有關係 我增加心得也差不多 朱老師要我來演講 我立刻答應 理由很簡單 這個理由我說不出來 可是我用故事來形容 有一年叫1977年2月6號 記下來沒有1977年2月6號 那一天很重要 因為那一天我結婚了 結婚那天晚上 我就跟我太太開玩笑 兩個人的婚姻的幸福 要靠兩個人共同努力 他點點頭 我接著說 何況我們的婚姻 會改變全世界 我等他點點頭 不但沒有點點頭 我記得是笑話 但沒有笑 後來等到五分鐘以後 我發現他眼眶裡面有淚水 我嚇了一跳 我說你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傷心 他說 他等到這樣傷心一陣子 他穩定下來 他說 范光龍 我嫁給你 是因為覺得你這個人 穆娜 內向 害羞 謙虛 沒有想到一嫁就發現 你那麼驕傲 說什麼我們的婚姻 會改變全世界 講完哭得更大聲 我說 請等一下 你放心 我還是那個穆娜 內向 害羞的范光龍 可是我們的婚姻 一定會改變全世界 因為你長得非常漂亮 各位你知道吧 男人的戀愛靠視覺 女人的戀愛靠感覺 男人比較喜歡娶一個漂亮的太太回來 可是女人不一定會嫁給最英俊的 他覺得 唉唷 他醜醜的 可是他愛我啊 我很感動 就會嫁給他 所以我太太長得很漂亮 如果他沒有嫁給我 他一定會嫁給別人 那別人就不能娶他現在的太太 那個太太又要嫁給另外一個別人 另外一個別人又不能娶他現在的太太 要嫁給另另外一個別人 你把它推演下去 不是把我的婚姻改變全世界嗎 才一聽有道理 破梯微笑 從此以後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請大家拍拍手 那我今天講的題目是這樣 從台灣環保的一些問題 從高山到海洋 我一般講工業 常常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是環保的問題嘛 環保問題從哪裡來 工業文明以後 太多工業污染一大堆 但是我常常會穿插一些文化方面的事情 為什麼會穿插 有什麼區別呢 有 所以各位同學 你在努力讀書的過程中 你千萬不要忘了 你一直追求知識的時候 你要加一點文化的成分經濟 你的人生才會比較精彩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有一天 那叫1986年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 黃衛一年結束了 我就請我媽媽 爸爸 姐姐 到美國來 那我就帶她去完 到華盛頓 第一次美國的首都 美國首都 它只紀念三個總統 第一個就是華盛頓 我覺得這個是華盛頓 十幾杯 華盛頓紀念碑 他是美國的國護 他自己做了一件事情 現在影響全世界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他當了兩屆總統 他說不當啦 當太久會腐敗 結果兩屆就不當 後來大家就學他 所以現在我們的總統也是兩屆 就不能再連任了 我覺得這個華盛頓是一個偉人 所以我哥哥 我媽媽姐姐哥 嗚嗚嗚 偉大 那我就看第二位總統 第二位總統 林肯 我想林肯 幹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解放黑奴 就是他啦 他解放黑奴 所以他是很偉大 那個時候早期 你現在大概很難想像 美國是從非洲那個 用鐵鏈這樣拉過來 像動物這樣拉過來當奴隸的 那黑人譴之沒有地位 可是林肯很有人 導致現在這不對 他就要解放 後來引起南北戰爭 打了一塌糊塗 這太偉大了 就弄了一個紀念館 叫林肯紀念館 第三個總統 叫傑夫森 總統 傑夫森我想 台灣的人很少知道 他看了一下就要走 我說no no no 等一下 你聽我講一下 傑夫森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美國 特別要紀念三個總統 他會其中一個 傑夫森呢 他是第三任總統 他還沒有當總統的時候 美國憲法是他寫的 那時候他參考歐洲那個憲法 發現有錢人 有錢人 一塌糊塗 窮人窮人 一塌糊塗 那個簡直是不能比的 那有錢人有錢到什麼地步呢 你說什麼開辮子 就死人了 辮子不夠看 要看Royal Royce 一步要一千多萬那種才夠 打獵什麼 打野鴨 救死人 你要到揮州去打那個大象 那才是這樣 要帶大象旁邊拍個照 或是打獅子 然後獅子死了 獅子在旁邊 大家都這種鏡像色 你帶誰扣的表 簡直笑死人 要帶Royal Royce那一種 一個十幾萬 那才夠掉 他發現呢 所以說他們的法律上有漏洞 所以美國因為新的國家 他立法的時候 憲法的時候 要寫得比較公平 不可以讓財團來操縱這個市場 他寫寫寫要送到國會去審查的時候 有兩個大財團的代表來找他 欸 華盛頓 Jepson Don't do it 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送出去以後 我們以後財團要賺錢的機會就少多了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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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財團太會操作 弄得那歐洲人民民不聊生 才會很多人移民到美國去 現在我們新的國家 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我們要立一個政法 最好的話 他說你不可以送出去 我當然要送出去 你說送出去我要報你的料 他說什麼料 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外面有兩個小山 你以為我不知道 他說 他怎麼知道我有小山 他晚上想了一個晚上 最後他自己 第二天他自己 自己主動召開記者會 他說昨天有人 兩個人來警告我 說如果我要把這個憲法潮案送出去 另外那個國會審查的話 他要報我的料 因為他們送出去 他們以後賺錢的機會不多嘛 我想了一個晚上 我確實是外面有小山 我知道 可是我想了一個晚上 國家的百年 立國的打擊 就是憲法 遠遠超過我自己的重要性 我自己 我被爆料 我民意損失了 沒有關係 國家重要 我還是接近把他送出去 哇 大家一聽 都忘了去罵他 我還給他掌聲 這叫政治家 聽懂 他就是偉大在這裡 所以後來 他實在太偉大 後來就選他當總統了 那我哥哥聽到這故事 哎呦 這個人真的偉大 結果他這邊 繞了半個小時才離開 結果這個人偉大 如果我沒有講這個故事的話 這個大理石像 對他沒有意義嘛 他只是一個大理石 如果算他的成文 CACO3碳桑蓋嘛 一個石頭嘛 沒有意義 可是你加上這一層文化以後 這個雕像就有問題 就很有意義了 所以我跟各位同學提醒一下 你們學習的路上還很遙遠 你把很多學的東西 跟那個文化 加上一點文化的部分 你的人生會更精彩 以後你讀書的過程中 我跟你講一句話 愛因斯坦講過一句話很有名 他說資訊不是知識 比如說今天早上幾點嘛 幾度到中午幾度 整天就說 整個你講這個是知識 資訊不是知識 可是你把這個知識 資訊把它整理起來 你就發現每天早上七八點最冷 然後下午三點的時候最熱 你又把它統計 就會發現一天二四小時 慢慢慢慢慢慢 就變成知識了 可是知識還是不夠 你要把這個應用 知識應用到生活上 改善你的生活 這個才是智慧 knowledge is not wisdom 所以各位以後學習很多知識以後 你要自己要慢慢融化 怎麼樣把它應用在那個生活上 改善你的生活 提高你的文化水準 你的生活一生才會更精彩 那我今天開始講到 台灣環保的一些問題 中間會隨時穿插一些文化的問題 那我想台灣有兩個問題 我只談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台灣以後一定會缺水 第二個台灣有些地方會淹水 這個真糟糕 一個水太多會淹水 水太少會淹會缺水 那我先講山崩地的開花 你簡直很難相信 我上個禮拜才從花蓮開 因為樹花斷了嘛 就開到梨山 從宜蘭回來 這麼多的地方 可以開花 這樣開花有什麼效果 你知道嗎 它本來是樹啊草啊 下雨以後 一部分水會跑到河裡裡面去嘛 本來一開花 這個裸露的土地多了 那水一起就到河裡裡面 就會讓河流的水一下就增加 非常多 就衝擊啊 什麼東西都力量大 再加上它會把沙順便帶到河裡裡面去 對水庫就死了了 OK 你看看台灣本來就很陡 因為台灣冒出這個海洋不久嘛 所以台灣比起其他的 像歐洲大陸啊 美國大陸啊那種 比較陡 因為美國歐洲啊 它經過幾億年這樣沖刷沖刷 已經沒有像這麼陡的啦 可是我們很陡 你就不可以亂開花道路啊 一開花道路一崩塌下來 這些沙就會送到河川裡面去嘛 你仔細看一下 你叫它怎麼樣保護這些邊編 這個地方本來就不應該再開道路的啦 跟你講一個好玩的事情 有一種魚叫鮭魚 很奇怪耶 它要產卵的時候 他說現在有流行的 奇怪耶 你OK 這個鮭魚呢 他要產卵的時候 都跑到 有時候上千公里的一個上游 慢慢長大以後 他要長大 他一定要來這裡回游 三四年 又會回去原來的河流啊 比如說他從桃園出去的 他如果回來說到淡水台北 那不是我家 然後到桃園 這才是我家 奇怪 他已經離開三四年 他怎麼知道這就是桃園 他沒有地圖 也沒有GPS 我實在搞不清楚 這鮭魚是什麼樣 不過我要跟各位講 就說你看鮭魚回游在這裡 因為他喜歡冷的水 他這裡是日本嘛 台灣還在南邊 可是你不要忘了 古時候兩萬年前 比現在冷太多了 他沒有辦法忍受16度C 溫度C啦 16度C以上的海水嘛 所以他現在都在這裡回游 可是兩萬年前 台灣16度C那個地方 可以到台灣啊 所以他兩萬年前 他就來到台灣 後來全球暖化 慢慢慢慢溫度提高 然後他就回不去了 因為他受不了那個 他就也不來了 因為來到台灣 已經18度19、20度 沒有辦法了 就被困在這個七家 武林龍講的七家灣七家 其實他應該現在已經絕種了 我們是有一點點躁閉 才沒有絕種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剛剛跟你講 我們亂開花一通水 一下衝到河裡 河裡又衝一個颱風來 就把一半的鮭魚衝到下面去了 剩下一半 然後 那那那那 塑金啊 然後產下一代 咦 不是颱風了 又一半 這樣幾次以後 慢慢慢慢慢慢 就會被禁親結婚 你聽懂沒有 都是親戚 這種親戚 一變親戚 這個種一定絕種 所以他如果我們台灣沒有想辦法用人工的保護 這些早就絕種了 那台灣就把他抓到實驗室弄弄弄弄 快跑掉了 又把他丟一扇氣氣這樣 是有一點點做不好 這個 我也贊成這樣做了 因為全世界只有這裡有櫻花共貴 你說絕種對台灣形象是很不好的事情 記住一件事情 溫度一提高 這個他受不了 為什麼魚是一種變溫動物 比如說我24度 變到水變26度 他也26度 27度 27度 那提高3度 他受不了 比如說你現在37度的體溫 那提高到40度 你就沒有辦法坐在這裡 躺在房上 我被死了 我被死了 就根本沒有辦法 事實上 你只是到魚是變溫動物 其實人類 他也會對他 環質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隨便舉個例子給你聽 哺乳動物 聽過沒有 人就是哺乳動物 他的睪丸一定在身體外面 這個是猴子 我不好意思把人拍出來 這還得了 就猴子好了 他為什麼在外面 就是要保持冷 溫度太高的話 他產生的精子比較少 他產生精子 他也沒有力氣 他也找不到那個卵子 來交配 就是 受精 所以這個為什麼要掛在外面 不是好看 我看了半天也實在不好看 他是因為要冷 我剛才講說 哺乳動物的鎬丸 都在身體裡面 其實有兩個例外 什麼例外呢 一個大象 如果他的大象 他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那個猴子或人類 他搞完在生理外面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櫻囊 聽過沒有 你不知道櫻囊 回去問你媽媽 什麼叫櫻囊 那個櫻囊是全身最皺的皮膚 越皺的散肉效果越好 所以說你怎麼怎麼拉皮 你有沒有看到拉櫻囊的皮 這個不可能的事情 那大象 如果他那麼大的大 那麼大的象 如果 這功德 那如果是他搞完在外面的話 他大概像足球那麼大 他如果走在森林裡面的時候 刮到那個樹枝 會痛死 所以他在身體裡面 身體裡面他溫度高怎麼辦呢 他最後一個辦法 他皮膚皺皺的 所以一生出來 你看這個小象豬八戒 不是豬八戒 小象 你看他就非常皺 所以他這種善致效果非常好 所以他身體裡面 善致效果最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大象 動不動在水裡面泡 動不動在泥漿裡面滾 就是要降溫嘛 另外一個例子呢 就是鯨魚 鯨魚比這個教室還要大 他如果說搞完在身體外面 我想比這個舟室還要大 他說靠近這個岸邊去 獵捕那個魚來吃的時候 如果碰到珊瑚礁 這樣啊啦 他會痛死了 他怎麼克服呢 你知道他怎麼克服 他整天就在動 他不會停下來 他不斷的動 讓這個水流過他的身體 就會降溫 他睡著了 也是一直在動 一直動 他自然就會動 就讓他搞完在身體裡面 還是可以降溫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如果一個人 如果一個女人 他如果沒有心臟病 沒有高血壓 沒有 疤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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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疤 他去泡溫泉 百利而無遺憾 我現在幾乎有空 我就去泡溫泉 因為泡溫泉 會讓你 血壓會降低 要高血壓的 當然不要高了一泡溫泉 要小心一點 如果沒有了 你平常運動啊 再去泡溫泉會讓血壓下來 我本來已經快速上升到140了 我現在已經把他壓壓壓130 我除了運動以外 我也泡溫泉 但是不要忘了 我跟你講過了 男人的睾丸在身體外面 你如果不容易讓太太懷孕 你把那個睾丸讓他泡泡泡 如果這43度 那他就完蛋了 所以說你在日本可以看到 台灣我只看到一個溫泉館 有這個表示 日本那個有些溫泉 有些是37度的 也有28度的冷的 還有最高的43度的 在座各位男生聽好 你16歲之前 你千萬不要去泡43度的溫泉 你那個蛋蛋在那43度 煮得半熟 他會影響他花意 你不要忘了 但以後你那個升職的能力 會差的很多很多 所以各位有男生 請千萬記住 16歲以前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 OK 再回來 這個 這個幹嘛 這三個在幹嘛 這個是母的 他要纏暖的時候 就會發出訊號 這個訊號怎麼樣 在泡滅眼 怎麼樣 我不知道 反正是一個過來 他不纏暖 兩個不纏暖 三個他在纏暖 他找一個地方 不不不不 放在這裡 這公的就過來 把金子射在這裡 這母的就跑掉了 所以這公的 射完這以後 母的呢 不見了 所以這公的就留下來照顧那個受精卵 所以我們人類是媽媽照顧下一代照顧孩子 鮭魚是公的照顧下一代不一樣 結果照顧下一代那個性別就活得比較長一點 大概上帝要讓這個照顧下一代活得長一點 保證在下一代長成了 他才可以死掉 不然他還沒有長成就死掉就很麻煩了嘛 所以人類母親活得比較長 鮭魚是公的活得比較長一點 這是我媽媽 活到一百歲了 才才往生 你人為什麼都是會照顧下一代 因為他比較有耐心 又比較有愛心 舉個例子給你聽 OK 這是發生在我家的例子 我年初結婚的 年底就沒有花多少時間 就生出一個女兒叫大女兒 OK 經過三年以後就生了一個二女兒 那差三歲沒有問題嘛 那個已經差不多可以照顧 那我就不用花多少錢 不小心隔一年就生加這個不良少年 OK 這下子麻煩了 他沒有辦法照顧兩個 如果這個醒了 半夜醒了 把這個吵醒 他兩個沒有辦法照顧 所以就照我 大家我們就講好 他照顧剛出生的baby 我來照顧一歲的二女兒 而且分開來睡這樣 有一天晚上 差不多十二點半 我太太過來這樣 就被提醒了 我說我做什麼事情 你的女兒已經醒了 你都不知道好好照顧她 看到嗎 她真的醒了 我說我後來發現尿色 我把她花一下 我覺得那天晚上 就一直悶著睡不著 那個女兒的聲音尿色 這聲音只是 我睡在她旁邊都沒有聽到 我太太隔一個房間都聽到了 我就非常的震驚 後來我就不信寫 那天晚上就故意唱到十二點半不睡 然後就學昨天晚上那個女兒 那個聲音提高三倍 我就講何雲霞 我太太的名字 我花高燒快死掉了 我太太完全沒有聽到 就是說那你哼哼都聽得到 我就說我快死掉 三倍的聲音都聽不到 我才發現 我才體會到 母子連心是真的 母理連心也是真的 你說夫妻連心 瘦瘦瘦去啦 不用謝氣 女人偉大就是這樣 她一代生小孩 她全身全靈 那個兵要生氣 她就破代管 那你等她把孩子養大以後 你這過程不要跟她扯壞關係 那太太還是會回到我的身邊 女人真是會照顧孩子 你看幼稚園老師都是你的 那個你的 你可以看她已經四十歲了 比如說幼稚園老師四十歲 她還跟小孩子五六歲 還在那邊一滴呀呀 你能想像四五十歲像我這樣 也跟孩子一滴呀 就是這樣 女人真的有愛心也有耐心 所以女人這比較適合養孩子 那我去調查了那個 台大的退休 退休名次發現 真的 女教授比男教授多活五六年 昨天才出來 好像六點七年 還是七點六年了 我有訂一個雜誌叫經濟學人 有一天呢 他有一個數字 我覺得蠻好玩的 他說一個男的愛上一個女的 或是女的愛上一個男的 他就會失去理智 你看那個女的說 你那個男的是暴力男的 你以後嫁給他 你死了 喔酷 看那個很酷的樣子 你看那個男的說 這個女的是敗家年 你起來以後你保重破產 你講 噢噢 迷人 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等到差不多兩 平均三十夜以後 你為什麼會失系理智呢 因為他會分泌一種 菲洛蒙障 讓他失系理智 但是他不是永遠分泌的 到三十個月他就醒過來 哇果然是暴力 我死了 果然是報家 你都在敗家 你都死了 所以婚姻常常會兩三年 常常會出 你都出在這個地方 但是各位男同學 或是女同學不要擔心 他愛情會稍微降 可是呢 你在降下的之前 就跟你太太悲揚 她是我的親戚親情 她是我好朋友友情 所以呢 愛情稍微降低 可是親情加上友情 整個加起來 還比原來的多 你的婚姻就會不錯 我講一個 我給自己的例子給你聽 各位男同學聽好 男同學聽好 因為女人他要照顧下一代 所以他需要愛情 你看看那些 這個地球上所有動物 人類養孩子是所有動物 最最最辛苦 你看過國家地理雜誌沒有 那路一生出來 那個就 偷開那個胎衣 因為第二天他就會這樣 第三天就會走 你看過這個有沒有 我看過牛出生也是這樣 我一下來 第二天他會這樣 第三天他會走耶 人類就不一樣了 一生出來 啊 躺在那邊 一個禮拜以後 還啊 還躺在那邊 一個月還啊 兩個月還啊 三個月還啊 他不會走 你不理他 他就死了啊 所以說媽媽是最辛苦 他因為自己要養 孩子是不可能 他希望有一個愛情 有一個愛他的丈夫 隨時給他幫忙 多賺一點錢 請保姆來幫忙啊 有時候半夜啊 受不了啊 你以後也換一個尿布啊 那個我沒有時間 你去換奶魂啊 所以你不要忘了 各位男同學你聽好 你結婚以後 要讓這個婚宴很好 你就永遠讓太太 知道你非常愛她 我上一次來這裡演講 我講了一個故事 現在再重錄一次 花生在我身上 我太太三十九歲的時候 因為我每年生日 都會一個小戒指給她 然後一個蛋糕 因為四十歲 是一個整肅 那我就突到戒指跟蛋糕 我額外送她一盆花 一盆花 她從來沒有收過花就花 好高興了 美的 就跑到房間去擦花 那我就繼續看我的電視 我說要到房間出來 我發現眼眶裡面有淚水 我嚇一跳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我剛才想一想 我覺得就很傷心啊 你平常說愛我疼我 我現在才發現被你騙啊 我說你怎麼樣 你十四年來 就現在才發現我被我騙 你什麼意思 她說 你說愛我疼我 我剛才算了一下 那玫瑰花三十九朵 我今年四十歲 你怎麼可以算我三十九朵 你一定以為我三十九歲吧 她講話 人家人家講愛我騙我 都是騙我的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本來就故意買三十九朵啊 因為你現在四十歲 還非常漂亮 還是一朵花 加三十九朵就是四十朵啦 她一聽 碰堤微笑 要從此以後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請大家拍拍手 OK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 保羅劉曼 你年紀那麼輕你也知道 保羅劉曼呢 她年輕的時候結婚 她後來初步來就離婚了 後來她又娶一個呢 珍妮华德 杰妮华德 杰妮华德加一個暴力男 離婚了 她就兩個結婚了 她是大明星耶 可是她結婚以後 從此以後沒有任何回聞 她不要到外面亂七八糟 人家問她說為什麼 都沒有回聞 你怎麼那麼厲害 她說 我娶一個好太太 她是牛排耶 她為什麼要到外面去吃漢堡 聽懂嗎 我家裡就是很好吃的牛排 我到外面去吃漢堡幹嘛 嘿 你這個人有這種講話呢 我太太跟我說 我是不是牛排 我說是 這還不夠 我是松阪牛排 這就是松阪牛排 所以我一直把我太太 當成松阪牛排 所以我現在婚姻 還維持得相當的穩定 這個是我 這是我太太 這真的是你嗎 我跟你講 三十幾年的婚姻 招搭我外表跟身材 我以前真的是長的這個樣子了 OK 水庫會衣沙 我剛剛跟你講過 那個開花 那個沙一下就弄到水裡面 河裡裡面 河裡裡面的沙就會很多 石門水庫就在你們桃園嘛 他發現了本來要用兩百年喔 發現用了一年 就二十四年的一沙量就來了 哎呦 他為了這個阻擋這個沙 上面弄了三個霸 這最上面的霸 就是八零霸 用了三年就堆滿沙 就沒有功能了 那一九九 二零零七年 這個霸還被颱風衝垮了 衝垮 這個沙又到了第二個霸 那第二個霸本來是這個樣子 這叫熔滑霸 那現在變成什麼樣 你知道嗎 就變成這個樣子 完全沒有功能了 就兩個霸毀了 那我要比較一下 原來青山綠水 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 現在沙就一直 對對對在石門水庫 你看石門水庫上面 有多少的沙在裡面 所以蓄水量少了 以後台灣又一直在發展工業 工業又需要很多水 所以台灣一定會缺水 大家心裡要有心裡準備 趁早養成節省水的習慣 這個沙來了 會讓河床預期 水量大了 對這個河床衝擊 對橋樑衝擊很大 2008年 馬英九剛上台不久 結果一個颱風 就把一個後風大橋 那邊是豐原 這邊是台中 就衝垮了 這種現象 以後你可以每年常常都會看到 不能說每年 那缺水問題 還有嚴度開花 非常嚴重 因為開花就要用水 所以台灣缺水會更嚴重 所以兩三年前我就買了10張水智炎的股票 那最近有跌下來 他們都 你還不是說古神 怎麼會跌下來 我說要晃10年 10年後你看我這個水智 應該三十幾萬變幾萬 台灣開花到這個地步 我全世界沒有這種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 太多開花案了 這一張是在張冰工業系要開花的時候 我跟環保署的官員 因為我是環評委員 我就去看那邊 剛好有一個小孩 兩個小孩在玩 我站在那旁邊五分鐘 他都沒有發現我 我要走了 我說弟弟妹妹能不能拍照 他說 叔叔 好啊他要拍 他站起來我要拍的時候 等一下弟弟 你那個雞雞跑出來了 他看來把那個雞雞收回去 我才拍了這一張 我們應該留更多的大市場環境 讓他長大 這個小孩子才會健康 不能太多的開花 那我跟妳講一些 台灣過度開花 過度補漁造成很多種現象 我跟妳提幾個例子 台灣有兩個地方 是一個很好的漁場 一個叫東南沿海 一個東北外海 這個是海洋的一些動力的問題 朱老師一講可以懂 不過我想你們對你們太深了 就是說為什麼這裡會有漁呢 因為某一種作用 下面三四百公尺的水慢慢上升 下面三四百公尺的水 養分比較多 所以這裡就會有很好的漁場 這裡三四百公尺的上來 也是很好的漁場 因為下面來的 養分比較多 所以透明度比較差 你看這裡就是很好的漁場 每一次船經過這裡 我都放下漁線 一定可以釣到 好多漁 釣到這個叫鬼頭套 不過這一張也可以證明 三十幾年的婚姻 糟蹋外表 跟身材 OK 其實我在那邊最喜歡釣什麼 就是魷魚 就是這個季節 你說現在經過台灣東南亞 一定可以很多魷魚 我講我的經驗 也是釣到瓦田 釣到三四十隻 我們當場吃了三四隻 那個新鮮非常好吃 其他就不能吃 我就怕它曬在外面 把它曬成魷魚乾 要帶回家 結果海鳥要吃我們的鴿子 鴿子在海上飞飞飞 好累好累 船就停下來 要看魷魚又吃 因為它太累了 我們可以抓到這個鴿子 那天晚上我們就吃了兩個鴿子 我們那天晚上就吃鴿子湯 在吃鴿子湯的時候發現 那個腳上面有綁一個號碼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說上升流 就下面三四百公尺的海水慢慢上升 所以它下面的海水比較冷 可以看出來上升流就從這裡上來 在那邊釣魚 哎呀不豐收都困難了 我不是高手 一竿下去三條 這兩條恰傷 這個九高空 都是高級魚的 這位先生一下去 兩條魚的 馬頭魚的 高級魚的 我們海軍那邊抓過小館 哎呀抓了兩百多斤 怎麼抓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網子有一個扶平 把它撐開來 拉到船的後面去 然後 那一定沒有夜亮的晚上 那船旁邊放三千燭光 那亮的一塌糊塗 你如果有夜亮的話 它到處都一樣亮 它搞不清楚 那小館就跑到旁邊看 哎這個半個鐘頭 就五六十隻小館就在旁邊回U囉 那個五六十隻以後 你就收一次網 就把三千燭洗掉 突然變成一百燭 從那麼亮 突然變不太亮 這個小館通通 都跑過來看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有點傷掌 OK 那你就把這個小燈 拉拉拉拉拉拉拉 傳到後面去 你就一次都還可以收個五六十隻 所以一個晚上抓下來 我抓了兩百多斤 這個就是招套外表 跟身材那個女人 為了為了為止婚�adora 每年我都會帶太太去釣魚 一釣,兩個人 這個就作霉酥 你可以看我太太會吸油 不是 SWCC 不是吸油了 她擦黃曬油 先讓她是穿長袖 她怕曬黑 你 lei漂亮 她拍照的時候 她就把長袖脫掉 那天我看了陰天 那個白天不太烈 我就沒有穿長袖 我也沒有擦黃曬油 还穿短裤 结果付出惨痛的代价 晒伤了 你看看那个脚晒到这里 这个手表这样白一点 你看他痛啊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嘰嘰叫 我二女儿说 爸 给你一个面膜啦 面膜不好啦 你知道吗 来 问你小朋友 晒伤要擦什么 你怎么知道 就是都会 台湾西部还很多鹅 鹅啊 鹅啊就是这样 鹅啊 Oyster 这个掉了 长槽就不见了 肉槽就露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呢 我们的鹅啊多脏 我就是来这里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把台湾西部的鹅啊肠 十二个养殖肠 把它量鹅啊里面的含铜鸟 超过五百就不可以吃了 会变绿嘛 我们这个二人西旁 被竟然超过四千 天啊 这绿鹅啊 那你说绿鹅啊我就不吃了 我跟你讲 绿鹅啊它炒成鹅啊 今天什么绿的都看不到 那你吃了多少绿鹅啊 不知道 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下 刚好这个是这样 这个棉椅刚好开始 这个五六月不要吃鹅啊 我跟你讲 必须不要吃鹅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尤其是南部 它冬天是不会下雨 因为那个中央山脉嘛 那个东北季风欢不过嘛 它不会下雨 所以那河床大部分都干的 那河床旁边的那个 河流旁边的工厂 就把汇水晃到那个干干的河床上 等到这个五六月 没季节来 就把累积了半年的脏污 一起送到海边 就变成这样 所以现在忍耐一下 不要吃鹅啊 煎就可以了 那个二人息那么高 是因为有人在烧汇五金 晒要命 烧汇五金会这样 烧汇五金呢 先会产生Dioxin 然后用硝酸去洗 硝酸 河水脏了 流到海里 海水就脏了 乌龟是长寿的 动物 它不小心流到二人息河口 喝一口而已 当场死在河口 我常常去那边 有一个季节不错 冬至前后十天 乌鱼就会来 乌鱼来为什么那么好呢 因为它要来台湾 就是要来产卵 这母乌鱼的卵巢 就可以弄成乌鱼子 这一个要七八百块 这要三四百块 这个乌鱼船进来 你看看 这个在新达港 就堆了满堆的乌鱼 一定会有一个人在分公的公的公的母的 因为母的才值钱 因为它有卵巢嘛 大概只有两成都是公的 母的比较多啦 大概 母的比较少啦 两成多是母的 七八成是公的 公的不值钱 我就看到公的公的母的 我看到长得一样 他怎么知道公的母的 我教你怎么讲 我去问传东的太太 我说你哪知道的工的母的 你用鱼的母的 它说很简单啦 他就把鱼翻过来压一下 你看这个挤出来那个黄黄的 这就是卵巢旁边的水嘛 那个水被你挤出来 这就是母的 那我挤一下 那没有 没有黄黄出来 黄黄白白像牙膏 那个就是金子 那就是公的 哦 这么简单啊 我就回到一时长期 那个海港那个乌鱼堆那边 刚刚看到一个台大化学系教授 我跟他开玩笑 我也在那分公的公的母的 他就忍不住 哎 范教授 你怎么知道他公的跟母的 我说很简单 我一摸凭感觉就知道了 他好佩服哦 OK 再看东海岸 西部呢 一大堆工业区 东部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大家都讲花东啊 很漂亮 事实上我上个礼拜 才从花东回来的 那有些地方确实是很漂亮 可是有些地方开花过度 你看看 这里为了把路透宽 把这个沙堆到这里 让它消坡怪保护 在花莲游客中心 来这里看什么风景啊 拜托 这一段呢 公路就没有在台十一线 没有经过海边 就没有被破坏 好漂亮 这都是石头摊 你看这石头好漂亮 有一段是沙滩也很漂亮 我带带带去了 在水莲村 24K的地方 上礼拜我也带我的儿子 我带带去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细石摊 我们也跑到这个沙滩去 那我恶女也跑过去了 我没带了恶女也去 这是我的恶女 就是把我家掏空那个恶女 OK 这个是我恶女 这是儿子 他是台前高手 他们两个在海上上挥梯 OK 这叫水莲村 我们还看到一个猴子 这个小猴子还在吃那年 还蛮好玩的 OK 有一期水莲村看完了 调查完 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叫延寮 台北县有延寮 花莲也有延寮 我们就去访问一个隐室 那个隐室非常好玩 就是他 他叫欧继富 曲弓首的曲呢 人的姓就读成欧嘛 他吃素的 他非常环保 你看他穿着裤子 还有补丁 他绝对不会带那个纸杯 他一定会用自己带茶杯 你如果给他纸杯 他会骂你 他 你说他穷 只能过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搞错了 他是早年比我还大 早年是台大化工西毕业 后来到南亚塑胶上班 他发现台湾人不稀有 塑胶袋乱丢 所以他五十多岁都退休 住在海边 整天宣传环保 我觉得这个人很伟大 跟我一起去 带我去见他的是 这一位东华大学的教授 叫徐国士 他跟我讲一段故事 我跟你讲 我想你一辈子不会忘记 他说他当过 有一次被戒掉去 泰鲁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 有一天他下班了 收拾行李要到台北 坐飞机到台北 第二天要 十点要开会 因为他下班要走出去的时候 有一个原住民说 出长我抓到一个山姜 我也带了一个米酒 来我们晚上喝米酒 来吃山姜肉 他说我要去开 那那那你明天十点没有关系 早班才有飞机来 你把他退掉 他就把他退掉 因为他喜欢朋友 他也喜欢喝酒 留下来吃山姜肉 喝米酒 一边客电视下来一跳 他原来要做那个华航就创三了 五十几个全部死掉了 若言之民没有叫他喝米酒 吃山姜肉 他就死了 他说从此以后 人家也有喝酒 不再拒绝 我说你爱喝就去喝啦 不要这样 有一天我去宜蘭 访问当时的县长 叫游西坤 我说你环保做得不错 可惜呢 鸭子养太多 他的名产是什么 你知道吗 鸭子 OK 那鸭粪没有处理好 影响你们自来水 你们喝的是鸭粪水 阿塞水 他说拍摄拍摄 我一定改善 两年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没有压粪的问题了 有一天我去屏东 去访问当时的县长 苏贞昌 我说你那个乡下 高雄屏东乡下 养太多的猪啦 那个猪粪没有处理好 因为猪粪量是人的六到八倍 他整天在那边大小便宜一大堆了 你们喝的是滴塞水 我以为他会猪粪水 我以为他会拍摄拍摄 没有 他谎问我 他谎问我 范教授你住哪里 我说台北 他说台北四周很多山 山上很多坟墓 你在喝排骨汤 What啊 他现在也在台北喝排骨汤 讲一下淹水的问题 这个是全球地表的温度 慢慢在升升 这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也一直在上升 所以空气中二氧化碳对这个全球暖化确实是有影响的 那为什么二氧化碳的含量呢 开汽车的人越来越多 烧完汽油就是会排出二氧化碳嘛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会开花生 因为人越多 他住的地方不够就往森林发展嘛 就把树木砍掉 树木 他会吸收二氧化碳来形容光合作用 那他会消耗空气中二氧化碳 你把他砍掉了 不会消耗了 汽车继续排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当然会更多啊 住在森林的原住民就没有办法生存 森林弄完了 那个动物没有栖息地就抓不到动物 你污染了河川也没有鱼了 所以他们就很可能面临绝种的危机 因为他们就跑到都市去嘛 流来源来的村庄了 都市也找不到什么工作 就慢慢慢慢在都市消失了 原来村庄人少了 就慢慢慢慢进清结婚 这种一定会灭种 这个人类越来越多 对一个动物比较不会绝种 很多动物一直在绝种 比较不容易绝种是老鼠 他一辈子生两百只 一百只被猫咬死 五十只被狗咬死 过街被人打死二十只 他还有三十只传宗接代 像熊猫就完了 他一辈子才传三十只 他的食物是阻止 也慢慢减少了 所以熊猫 我想很难逃避 绝种的危机 每次看到这个照片 我就会想一个故事 有一天 一个熊猫爱上一个猫 那猫不爱他 那个熊猫很生气 我国宝的 你都不爱我 那猫说 我妈妈跟我说 整天戴墨镜的 不是好东西 有一只斑马 爱上一只马 那猫不爱他 你看我这个花纹很漂亮 你有时候不爱我 马说 我妈妈跟我说 纹身的不是好东西 有一只蜘蛛爱上一只甲虫 那甲虫不爱他 蜘蛛很生气 我有结枉 很酷 你有时候不爱我 那甲虫说 我妈妈跟我说 整天上网的 不是好东西 你整天上网 大家看一下 1979年 北极的冰有那么多 到2003 24年 又剩下三分针 这个路上的冰溶解了 就会流到海里面去 就会让海平面上升 现在地球的人口 差不多有一半住在海边 会死 你看这个冰 冰河时期的冰 你看它慢慢再从下面溶解 冰河时期的冰 也会从上面溶解 这就是我大女儿 在喝那溶解的冰川的水 非常好喝 刚才是在在上面拍的 你看这有一个路标 1970 表示呢 1970的冰川到这里 慢慢慢慢溶解了到 1975就到二女儿战的 1980就一直在后退 这些冰跑的就是海里啦 所以海平面才会慢慢上升嘛 全球暖化的政绩有很多种 这是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种 18世纪因为太冷了 所以就穿的内衣是这样 冷了 后来越来越热 2006 太热太热 但是你们女人穿的内衣啦 OK 那我在台湾四个港口 一起研究 它海平面有没有上升 四个都在上升 平均每年上升0.32公分 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小事情 100年就32公分 你就洗掉了 我跟你说 那花个十几分钟给你看一下 开开你们的眼界 我带你们去很多地方看冰川 喜马拉雅山 我们坐这个飞机到 飞到一个2008的一个机场 我第一次碰到机场的那个跑道 既然是十指路 穷到那个地步 是Nibbo 所以有时候你去穷国家看 你会更珍惜台湾 经济其实是不错的 我们八个人请了12个雪八人 帮我们背东西 这是这个先生 要背那么重 他没有自己的行李 他就穿这样 就跟我们到6000公尺的地方 你知道大家一天的工资多少钱 你猜猜看 讲一个数字 台币多少钱 猜猜看 100 猜猜看 50块 你看穷不穷 50块 爬完膳以后 我发现这个人个性跟我相像 木娜内向害羞 那我就把那个鞋子给他了 这是我们的雏工 你看他16岁 你看要背那么多东西 跟我们上去 真辛苦一天50块 那花生在他身上 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我就讲一下 我们跑到山上去 这样回来12天 600块薪水台币 那我们给他100块小费 700块 然后呢 到了我们到飞机场 发现那个雾很大 那飞机没有来 我们被跟他们困了两天 因为他是雏工 他说我留下来帮你们煮 因为他那个煮的东西 我们台湾怎么不会啊 那个像煎饼 东北的煎饼 叫做吃八袋 我还记得 我们有跟他讲说 一天给你多少钱 不过他至少也有50块 他就50块 他两天本来就要给他100块 那两天我们就跟他聊天 我发现他礼拜五要结婚 那我们就凑凑凑凑凑 给他1000块 那我们到机场就给他1000块 哎呦 嚎啕 我看一个小男生就这样 机场嚎啕大哭 大概山上去拼12天700块 在这边整天也没有背东西 就这样吃八袋 吃八袋 就1000块 好感动哦 1000块不是什么大数目 可是对他们非常大 他们寿命很短 平均在39岁 他刚刚有39岁 你应该看起来好苍老 比我还老 我去爬的时候40多岁 我们住在这个 晚上在零下20度 真的冷 好冷好冷 这在夏天一定是瀑布嘛 冬天就是一个冰瀑 在爬山之后可以看 这怎么会有一个云呢 因为在高空7000公尺的地方 有一个叫舰 叫喷射流 就把这个雪吹起来变成云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超过7000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我们爬到4000 这个女孩子快倒下去了 她已经两天没有吃 她脸是绿的 就像那个绿巨的 那个罐头 那个绿一样绿 后来她就回去了 她知道都不回去 就会死掉 一定死掉 她没有办法 两天没有吃了 那我刚才拍的是 在这个房子前面 那我就一个人走走走 走到5000公尺 就拍这个壶 我人生看过 三个最美丽的壶 这是第一个 等一下我帮你看 第二个跟第三个 也跟你分享 我来讲一下 到了山上 河流通通都是冰了 你什么水都看不到 所以没有用水 就把冰拿来慢慢溶解掉了 才能够用 这次我们爬到最高 在6000多 我没有爬到那个 爱佛洛斯峰 我想我也爬不到 我想我的最大能耐 大概7000多 就大概就再上去的 会敲耐了 第一次看到冰岩 好高兴喔 耶 这个风吹雨打 这个冰川喔 因为它含有一些微量矿物质 所以有一点蓝蓝的 风吹雨打呢 就像一个宗族之洞 有一个学生问我 哎 范老师这是不是你 答案不是 我曾经那么瘦 可是没有那么高过啦 水肿 那你缺氧就会水肿 事实上你如果不信的话 你河湾山啊 很多人就会受不了 就有一点水肿 我每次信 我很喜欢吸河湾山 河湾山有一个地方你知道吗 叫做 那个住的地方叫松雪楼 是政府的 你不是礼拜天去才2500 那全是世界一级的店 我常常记住 我大概五月底会去啦 因为现在是玉山 啊 现在已经快五月底了 玉山呢 台道 那玉山杜鹃现在正开 下个月就是高山杜鹃 我想记住 那你如果住在东边的房子 早上五点多 那个太阳一起来 那个旁边有一颗信心 嗯 够水了 两千多元 那礼拜天气就要三千五了 拖一千 那这个难得 这是什么 鹦鹉楼 鹦鹉叫Nordicus 它是在海底四百公尺生活的生物 它死掉以后变化石 就一直板块 一直推推推推推 我是在 喜马拉雅山三千公尺地上 找到的一个法式 这个地球变动 其实是蛮大的 那给你看一下 从阿拉斯加到北极海去看 我亲自去过阿拉斯加北极海 从这里 这就是北极海嘛 那我 1999年呢 我到加州理工学院去访问 第二年的午夜就结束啦 那我就飞飞机到这里 我太太就飞过来 跟她的两个同事 我们就一直开到上面去 那眼睛这样 你看一下冰川的壮举 我们还坐船出去 看冰山崩落 这个冰川会往前移嘛 移到哆来就 就掉下来 这一块比这个还要大 下面还有七八倍体积耶 那好多好多这种 这个小冰山啊 有些大的比这个教室大多了 现在目前看到的 最大的冰山 有到像台湾三分之一那么大 这个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不是水 跟泥巴一样 就是台湾的摇摇冰这个样子 大概四月中 她就把路上的冰铲掉 铲到旁边来 那我五月中去了 就一直在两边冰墙 就一直开到北极 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OK我们到北极的地方 北极海旁边就住在这个里社 好冷好冷 你把我们所有异乎都跌上去了 你以为这是几点 晚上十二点 因为是北极圈没有晚上 夏天没有晚上 可惜那些阴天 不然你可以看太阳在这个 绕一圈 那才好玩 我在北极海上面拍的 我也不知道冰有动物 我还问那个工作人员 我说How far I can walk still on the ice 他说You can walk until your leg broken still on the ice 走到你腿断掉还在冰上了 我就去上级拍了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都要戴墨镜 你要去一定要戴墨镜 不过那那个里社也卖了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那么厉害 因为太阳光一射在那个雪上面 你眼睛会不会掉 那叫雪盲 是很严重的问题 北极圈 人类去北极多 在北极圈受到干扰 我猜它会走上绝种路 人类实在不太关心其他的动物 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讲 有机会带你去挪威啊 我挪威是全世界看过最美丽的地方 挪威是这样 好长好长好长 我第一世纪旅行 我是这样照一下 有漂亮到不像画 八年前我再走到北极海 四年前再走一次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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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叫Galango 这个特别的地景 全世界唯一的 等一下会秀给你看一下 我去到既旅行第三次 第三次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起初以为是毛线衣的广告 因为都是毛线衣嘛 后来我才突然自己领悟到 不是毛线衣广告 他提醒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不要忘了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在等你 不要忘了戴安全带 哇 高速公路上开车 不要忘了家里有一个美丽的太太 不戴在等你不要忘了戴安全带 哇 连这个都那么浪漫 我们台湾的高速公路上插一个牌子 不戴安全带 哇 一千六 没有情调啦 OK 挪威美丽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的峡湾好多 真是漂亮到不像话 葛兰狗我刚才讲那个地景就是这个 这个石头高度六百零二公尺 从海面拔地而起 你从停车场走一个半钟头后面爬梯子上去 在这里可以看峡湾 在这里你绝对不会相信你是在地球上 那真是 啊 我大概后年会再回挪威 我太太就说你一定要带我去这里 会啦 你只要每天弄果汁给我喝 我就带你去 我喜欢喝果汁 挪威还有一个迷影的地方 就是不管是峡湾或是湖 它说四面环山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倒影 水很平嘛 它倒影就非常漂亮 你看这个针的跟这个影子 你看哪一边是针的 不一样 是上面啦 不真漂亮 这个是挪威北欧第二大冰原 这是八年前拍 你看这个黑黑的这个洞 比这个教室还要高 就这个洞 这里面好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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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而有五倍高 那个冰原大概台北市那么大 我们钻到洞里面 哇像水晶宫啊 漂亮哦 这是我看过第二个最美丽的湖 我也搞不清楚这是湖还是峡湾 我住在这个民宿 其实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民宿 就拍过去 我就看这个云哦 从这个山腰这样 慢慢慢慢飘过来 像个腰带这样这样 啊 怎么会有这种地方 这时候静静的体会 什么东西叫灵静 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就常常会看到立志文章就鼓励你的 人定胜天啊 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话 人不要胜天 人要怎么样 顺天 顺天 要顺天 那我举个例子 你人怎么跟大自然力量比啊 我举921大地震给你听 1999年9月21号 一震 土地都裂了 土地都裂了 山崩了 脚断了 刚才那两张是在南头 这个是在台中 桌栏那边 黄字到了台北的 铁路都弯了 七十几线 九坪 桥不破了 刚才这六张呢 我就把它抠在A4上面六张照片 就请台大的教授学生职严 一百个人去挑哪一个对你最震撼 选最多的是那个三崩 哎呦 三都会崩耶 第二都是楼倒了 哎呀 有几个人罹难啦 就一位赵教授 他喜欢喝酒 他就选这张 哎呦 酒片全部破了 好酒不见了 好的酒真的不见了 事实上 事实上 921大地震那天下午就体会到 一个人的性气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 那一天早上一震 我家的电全部都没有电啊 全部啊台北都没有电啊 冰箱那东西会坏掉耶 那我有个亲戚住在东区收购后面十三十二层楼吧 十二层 那个电话不通那时候没有手机啊 那我一下我就骑脚踏车去 那其他那个电梯也不通了 我就爬到十几层楼 那电梯那个电铃也没有电了 我就敲门 他太太门一开 我看到一个景象 我下来一跳 我一辈子不会忘 我那个亲戚喜欢喝酒 他收藏了十七瓶XO 全部倒在地上 整个客厅都是酒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醉了 还躺在沙发上 还用那个吸管吸那个地上 人类的悲剂莫过于如此 我跟你讲过 我要给你秀第三章 我人生看过最美丽的湖 就是这个 2004年前去的 这是我啦 我太太 这是廖教授他太太 他两个孩子 我们今年6月30号还要去美国 是美东 我们是很好的两个家庭 跑到最高的地方再看 你看这个湖真漂亮 这叫火山湖 这不是一个火山湖 一爆炸变一个洞 下以后就变成一个湖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 硫化青什么东西很酸 所以没有任何动物 没有任何生物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都没有这纯粹 所以非常的透明 其实上它有两三百公尺深 你看着只有五十公尺 其实非常深 旁边有一个礼舍 那我说我可以 reserve这个礼舍 我来这里住吗 他说已经reserve 就预定什么时候 半年后 所以你要来 半年后你要不要来 我的天啊 那个真热门 我有一天 我不知道啦 什么时候 三年后 四年后 因为我现在要排的地方 很多想去的地方 大概三四年后 我会再回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再回这个地方 大概没有办法找到住的 不过在旁边 还远一点住 再来这里看嘛 真漂亮 那个是在奥利根州 奥利根州 往南走 就会达到加州 到加州不久就可以来到一个 Redwood National Park 就是红墓国家公园 它每一棵都是红墓 每一棵都是神墓 你看这个树倒下来 我太太在那一边 你看看 那是小小不点 这样夹过来 OK 那往天上看就是这个样子 天啊 每一个都是这样 怎么有这种地方啊 看完神墓就往南走 在一个海边住下来 太阳刚好下山 我们就跑到海边去拍太阳 露日 中国话有一句话讲的 就是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我觉得人不要那么悲观 给你看到漂亮 还说 好可惜哦 近黄昏 我们不应该这样 应该更乐观 印度诗人讲 泰哥 他讲了一句话 如果 因为你错过夕阳 没有看到梅列西亚 哭泣的话 你马上就会错过 月亮跟星星了 这什么意思 那些适而不可复得的事情 没有一直在 啊 吐吐吐吐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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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没有看到夕阳 ok 星星月亮也很漂亮 明天夕阳还是会出现 人真的要乐观一点 我六月要去美东 7月1号 我就住在一个 Sanadona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 我住两个晚上 那个 我每时期都一定住在那一边 你青春五六点七 你一定会看到这种路 好多好多在路边觅食 因为我有经验 我就会带吐司器给他吃 吃了一片 他还不走 我再给他吃一片 他还是不走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看路笑过嘛 你说笑给我看 我就给你吃第三片 不要老是一直 你不走怎么办呢 在路没有怀应 后来我就想 这里是美国 你讲中文 他怎么听得懂 我就改成英文讲 If you smile for me I give you another piece of bread 他听懂了 他就笑了 我就给他第三片 你看哦 路没有笑的时候 乌溜溜带眼睛 请笑嘞 咪咪咪眼 是很可爱 是很可爱 我七月一号 我希望可以看到这一只 还在不在 旅行有很多乐趣 其实现在医学的研究 大家注意一下 医学的研究有很多 台湾都不太注意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两个礼拜 就是你们贵校的黄二老师 他跟哈佛大学医学院合作 在台湾台北举行研讨会 就有一个医学教授 讲了一句话 他说抗氧化物质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在美国是蓝莓 草莓 还有桑胜 其实这个英文都一样 蓝莓叫blueberry 蔓延莓叫cranberry 草莓叫strawberry 那个山盛其实是mallberry 只是他欢得真的这样 大家不知道他是同一类 这抗氧化物质是最好的 其实台湾有比berry更好的是什么 小红豆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吃了小红豆 美国没有小红豆 所以他没有研究 实际上小红豆的抗氧化物质 是最好的 第一名 再来就blueberry cranberry be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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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医生讲了一句话 他发现这一群人 他找了一大堆老人痴呆症的过来 就去把他分成类 你常常吃这个berry类的 一个从来不吃的 发现这些人都比他晚两年半 才会得到老人痴呆症 因为抗氧化物质 所以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多吃红豆 蓝莓 草莓 现在是伤圣 大概结束了 所以我常常会去爬那个山 这个 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山的 他们就好多好多伤圣 我就整个都把他捆走了 好别人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是好东西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从前天我才跟黄二 黄老师 刚才讲的老师去爬山 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唱歌对身体也非常好 你知道唱歌为什么对身体好吗 因为唱歌就要 鼠边立刻荣树下 你唱歌是呼才能够唱 你听懂吗 唱到没有气了 吃我怀念的地方 这个最好的呼吸就是这样 跳踏лет 没有了 突然快一点 那唱歌就刚好复合这个嘛 所以唱歌的人 常常就会比较健康 昨天我 黄老师已经跑到 中国大陆去了 回来路上 也去爬山 就碰到一个89岁 我说你要去哪里 那个精神很好 我说他要去唱歌 他一辈子在唱歌 所以不要忘了 其实有很多知识 我刚才讲了 Information is not the knowledge 就是一大堆资料 并不是知识 但是知识 你如果不能把它用在生活里面 改善你的生活品质 那个都不是智慧 所以各位以后读大学 除了知识以外 你要想办法吸收一点智慧 这个旅行 我很喜欢旅行 旅行会很快乐 就会碰到很多乐器 有时候没有乐器 有时候自己创造一点乐器也可以 我自己创造这个乐器 我觉得很好 1992年 我带我全家去美国玩 到了一个好莱坞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电影叫ET 叫外星人 你知道吗 外星人 你有看这个电影吗 你没有看 外星人 外星人馆刚好成立 当然我们就回去看 我们就进去看 国有国宝在故宫 家有家宝在我家 我家的宝就是这个匾额 我怕太太 所以我太太朋友来 他说你看 我先生怕我都自己承论 等他朋友走了 他的朋友走 他很神气 等到我朋友来的时候 我就会提醒我的朋友 中文一般都是从右边念起的 太太怕我 这一个匾额可以两个人各取首席 在这个时定的一瓶电脉 两千五百块 你们又学地科 你们都还小还早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这个地球上 这个我们现在住的银河 叫本银河 这本银河像那个恒星 什么叫恒星 太阳叫恒星 我们地球是行星 那个太小 地球都还算小 像太阳那么大的恒星 两千万颗 你相信吗 两千万颗 才组成一个银河 这个宇宙有几个银河 你知道吗 几百亿 不然实在太小太小 你在哪里 You are here 根本就不见了 那我是跟各位讲 不管你多厉害 都是很渺小 所以人不要骄傲 所以有一个人叫 但丁 他写了一本书叫 神曲 他说人类有七个眼嘴 第一个就是骄傲 所以各位同学 你说以后读书 读的成绩很好 千万不要骄傲 因为一骄傲 人家就会嫉妒你 有时候会陷害你 第二个眼嘴 就是嫉妒 人家比你好 以后肯定人家 不要去嫉妒人家 那你人生就会好一点 你朋友就会好一点 多一点 所以人生难得一次 难得一趟 我跟各位建议好好读书 学一些技巧 以后可以找到职业 可以找到比较好的薪水的 生活以外还可以存一点钱 到世界去走走 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彩色 比如说我要拍照片 你至少要16万的仪器 才能够拍成像我这个样子 时间到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还没有完全结束 请把灯都开着 我讲几个故事 我是故意留几个时间 讲一跳 我会吓一跳 你现在我早点走 不是 很多强的国家 它一定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美国他们做事的精神 或日本或德国 一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不是都值得学习的 像我们讲日本好了 他的文学就很细腻 他不直接学习的地方 他工作太认真了 所以压力很大 所以胃肠病就很多 所以他发明的胃药是最好的 叫太田胃胃胃胃胃 但是日本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他文学相当的细腻 我讲一个日本的文学给你听 有一个人叫黑泽民 听过没有 好 你们听过 叫Kurosawa 他是第一个扬名世界 就全世界有名的日本导演 他导演过很多得奖的片子 最有名叫公本武藏 听过没有 公本武藏就是他导演的 他大七十岁那一年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 哎呀 superstar很有名 他七十岁那一年的电影大会 就在华国举行 他们说怎么样纪念 这个伟大的导演 最后他们就决定 请这个黑泽民自己写剧本 写七段剧本 都一个小故事 七个不同的剧本 然后请全世界最有名的七个导演 一个人替他导那个十五分钟 那凑起来一百零五分钟就一个电影吧 后来他就问他说 那个电影的主题叫梦 不过你小时候你读小学的时候有什么梦 梦想 就把它写下来 你读高中的时候有什么梦 读大学的时候有什么梦 后来长大到外面做事了 第二次现在你有什么破碎的梦 后来连中年了有什么梦 老了有什么梦 我都把它写七段 这个电影七段加起来叫梦 有没有看过 有时候电视上会重演 你不要忘了去看 我最印象最深刻 我只讲其中 因为跟你们小孩子比较有关 这个是日本 那个黑泽民写他小时候的梦 有一天他小学大概比如说三年级 他的姐姐小学六年级 有些礼拜天没有上学 他在房间里面玩自己的 突然听到隔壁间的姐姐说 弟弟啊 过来 他说 姐姐有什么吩咐 他看他请了很多同学再回来玩 你帮我厨房拿 点信给我们吃 他说要几个 姐姐说我们一人要一个 他就算了一下 一级 逆 三 四 五 结果那一边就拿了五个红豆点心 我刚才讲日本人为什么那么长臭 他喜事都是红豆饭 他的点心就是红豆麻糬 我不相信他几百年前就知道 这个对生理很好 一级 happen就是巧合 ok 当然阿姨姐姐这五个红豆麻糬给你 他总说一个人一个 对呀 你们有五个我就给你五个 我起来三个同学怎么会有五个 明明是五个 一级 逆 三 四 刚才一级逆三级过 再算一级逆三级 刚才算五个字 那客厅那个 那姐姐头一身出来 那个女孩子跑出去了 他跑到门口 你看那个女孩子 跑到后面去了 那个弟弟就追出去 那姐姐跑出来 弟弟啊 爸爸说治安不好 根本没有听到就跑掉了 那个弟弟就一直追追追追 这个小女孩就跑到后山上 他家里种桃花的 种桃子的一个果园 那桃子呢 可是因为他爸爸发现 种桃子赚的钱不多 就把所有桃子通通砍断 每一根桃子就剩下一根树根这样 很难丑丑的在那边 这个你没有地方长 他跑跑跑 这小女孩不见 这没有地方长 怎么会不见 他觉得非常奇怪 就在奇怪的时候 突然前面出现五六个 中年男的女的这样 穿着非常华丽的 那个日本那个服装 叔叔阿姨 那你们是谁 我们是桃花树的树林 你们家里猪八戒 为了赚更多的钱 就把他们全部砍断 你们太庸俗了 那小孩子说不不不不 我爸爸要砍的时候 我也很伤心 我一直建议不要砍 那个叔叔 那个领头的那个伯伯 你说不要砍 一定是怕以后没有桃子吃是不是 他说不是啦 我隔壁的阿姨就在买桃子 要吃桃子水吃 那你哭什么哭 我一直觉得这个桃花盛开 实在太漂亮 把它卡掉 实在的太可惜 这五六个大道 哎哟 这个小孩子有气足ですか 那我们就说 我们再开一次给他看好不好 那个五六个通通点到好 这个时候音乐响起 哼响响响响响响响 那个跳的舞很慢 很奇怪 蛮好干的 他跳了一两分钟以后 突然这五六个都不见了 这眼睛一开 所有的桃花盐 全部回来了 而且这样在盛开 哦 他说哎呦 我那时候一直说 不要开 不要砍掉 就是想要看这一幕嘛 他就在桃花盛开的园里 走一千 再走一千 正在桃子来说 这个桃花不见了 又回顾了一根一根一根 哎 还是真的把他砍掉太快 那小孩子又出现了 他又跑过去 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一个地方 那小孩子又不见了 奇怪 这没有地方长啊 怎么会这小孩子 来一看 有一个没有砍掉的 一个小小的桃花 嘿 看到一个小花 他说哎呀 就是个小女孩 就是个小桃花树的树林 这电影就结束了 这一段就结束了 这个黑植民要跟日本人讲什么 他说日本啊 日本人啊 不要为了赚更多的钱 把我们美丽的土地都糟大了 你看看 他只是讲你 实际上要劝日本人 不要为了赚更多的钱 把美丽的日本糟大 他就会这样转一个弯 再讲这个故事 我觉得多么的细腻啊 第一个故事 我一直会讲到 我还可以讲两个 第二个故事 我上一次也来这里讲了 不过因为你们自己没有重复 所以我就再讲一次 朱老师如果怕消化不好 你就可以到外面去度假 这里有重复吗 怎么样 可以看这里的时间 那我怕你 从后听过又难过 他那边表太小了 我讲的是真的故事 这个人说不得还活着 1936年 就是民国25年 那有一个奥林匹克 在柏林几行 发生一个故事 我印象非常深刻印象 就是什么 有一个人叫Lewis 他是意大利人 他高一的时候 就跟爸爸妈妈移民到美国 他就继续读高一 高二高三 后来读大一 就1936年那一年 他读大一 他因为意大利枪很重 所以同学常会笑他 他脾气不好 一笑就打人 他一笑三逼八 还敢笑 我把人打呢 但是有时候碰到 这大口背就打 他比他力气大 他打输 他打输就给人家跑 就跑给人追 他一跑才发现 哎 奇怪 一下就把他抛在后面 他才知道自己很会跑 他自己一跑一万公尺发现 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 他发现一万公尺 他比那个美国队代表都还要快 他赶快去找那个领队 I can run faster 整理那个代表 他跑给他看 他说我们在选代表的时候 你在哪里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那不会跑 他抓进来了 他就先把你抓进来 我们马上要出发 反正以后工文再补 他就跑到柏林 大概第三天就开始跑一万公尺 他就出发了 影子都不见了 人家说望尘莫几尘 还有尘嘛 那尘都不见了 但是你一万公尺 不可以这样跑了 你要慢慢调速度 他就是说 所以他最后五十公尺 被一个人追过 他只拿到第二名银牌 但是他那个出发样子 还被希特勒 当时是熟悉嘛 还找见了 就问你怎么那么厉害 但是我就是没有经验啊 那下一次1940年金牌一定是我 他说啊 意大利总马 我对你有信心这样 他就回到美国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 就没有在奥林匹克了 他学机界的 被调弃当兵当空军 他不是飞飞机的 是吸飞机 他就派到菲利宾的马里拉当兵 有一天到西部下 也不知道他干嘛 就在飞机上走来走去 刚好有一个运输机要起飞 要到关岛 他说 Louis what are you doing 你该干嘛 today is my vocation 今天是我的家 我没有地方去 我就在这里 走了走了 不过去了 好 上来上来 我们要去关岛 飞三个钟头 下午就回来 反正你休假期啊 好吧 就跳上去了 这个往东飞 飞飞飞飞 来两个钟头 还有一个钟头才要到哦 来 这呢 You're my son 听下一个砰 打到他的翅膀 他看完后面那么多 这ète穿 全部都没有注意到 那个薄薄的元気 没有那么多 那个飞机就被打 要拉啦啦啦啦... 就冲到海里 可是没有打得很严重 他冲到海里的时候 那三个 낮都火了 没有事 飞机上有一个很薄的 那个大一个 不认hing什么 金属 很薄 还浮在海上 那上面walking to哪 飞在上面 在海上飄47天 好奇的一過來 但我們就照啥就吃這樣 那個下雨就說以水就喝 因為海水不能喝嘛 這就有一個人撐不住就死了 最後兩個人活著 包括Louis 一看來又打 就滑上島 活過來了 前面站的是日本軍官 日本軍官站立這個島上 專門來關葫蘆的 你們兩個美國人 就直接進葫蘆營 拿個衰衰的 不過活著總是好的嘛 他就關在裡面 起初那個葫蘆營的營長還算客氣 後來慢慢到後期 他的敗相慢慢出現了 誰把他打得快敗了 美國嘛 他碰到這兩個美國的空間 就醉氣了 洞洞就踢他的肚子 洞洞就踢他來嚇一杯 常常被踢到蝦子 他又說啪叫 大家都叫那個葫蘆營 叫啪的 你是個鳥人 紅石之會 經過幾個月都會去到處葫蘆營 看你有沒有虐待戰乳 因為世界上你不可以把戰乳虐待 每次來一個禮拜 他就不打他 他都被打蝦子 没有啊 但是他们都会叫他填一个表 你有什么愿望 这两个一起填 我就要离开这个福利云 到哪一个福利云都好 经过几次以后 他就跟博士讲 能不能这两个有机会调到表 好了 我们下个礼拜有一个伤兵船 要到日本 回日本就上去了 果然下个礼拜就有伤兵 他这两个就上了船 耶 拜拜 就走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奠波 那个颠波 就到了日本 日本本土有一个福利云 因为一个福利云在长野 长短的长野外的野 那又进去 那些从此又过幸福来的日子 第二天呢 当地的福利云长就出来炫化 说我们这边有什么特别规定 你不要换了换了 打扁你这样 那福利云长一站上去 哇 不得掉回来当营长 人衰衰到这个地方 你要认了 哇 那个俘虏 那个波的一看又是你们两个 叮叮叮 半夜被踢到这样 半夜尖叫这样 后来第二次事件结束了 他就回到美国 精神已经崩溃了 半夜长长下 大叫太太受不了离婚 再起一个又离婚 晚上睡过了 工作打扣之后又被开除 开除找到一公子 又被开除了 人生这个力量 没有一件事情做对了 到50多岁他就决定了 我要开始去找波的跟我道歉 他把我的人生毁了 他就开始省吃俭用 肩等内多 到60多岁他就去日本 一下就透过从十四位 就找到他 这个波的在卖保险 赚了很多钱 生活非常有意 You波的 You remember me Oh Louis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You ruin my life 你把我的人生都毁了 你还说long time no see 他讲自己悲惨的样子 路易斯没有什么表现 哇 你要跟我道歉 他说no 我可以请你吃牛排 道歉 免谈 你们美国人抓到我们日不服务 还不是什么 虐待 你有人不知道 你要跟你道歉 免谈 那你帮我回来 I'm sorry 一句话 讲不出来 No Loto 他很伤心 哭哭啼啼啼回到美国 越心越赢 就一直回想这句话 他一直想要找一个机会来 要回一点公道 一直等到1989年 那机会来了 冬季奥运就在长野起行 1998 我刚好在加州理工县访问 他就去找那个美国那个冬季奥运的那个领队 I'm Lewis 他就讲他的故事给他听 他一听一样 非常感动 What I can do for you 我替你做什么 你是领队 你到那边一定常常会招待记者 他就把那个猪八戒 那个布的名字叫做 他把他触骂一阵 你得了我心头恨 他说 I will do more 比做的这个更多 你实在太感人了 他就是跟政府 因为他一个月以后才有出发 他就是跟美洲政府申请了一笔轻贿 就把Louis带到意大利 这个他出生的地方 他读小学的地方 他读中学的地方 在美国读高中的地方 读大学的地方 又跑到菲律宾 他当兵的地方 又跑到他被关的地方 他关在这个建议里面 就拍了一个小时的电影 早就跟全世界的 那个Olympia总会讲好 常也要开幕的前一个钟头 前一个钟头 在美国一起晃音这个电影 我刚好在美国 我感到非常感动 看完这个一个小时又 我真的眼眶都有一点红了 我旁边两个女儿 一直在哭 更感人是最后10秒钟 早就跟那个Olympico讲好 最后100公尺的火把 由Louis跑 所以这个电影完了 又马上live 现场直播在长野 这个Louis已经拿了这个火把 八十七岁 这样颠颠颠颠颠 一直下来就去点了100公尺以后 哎呀真的 我那两个旁边的女孩子 就放声当过 我自己练了掉下来 Louis出名了 变成全国性的人物 大概五六年前 美国海军就请他当顾问 要回到他被关的地方 去调查日本俘虏营真经 把那个战俘拿来用砍头的 他要看是谁下令 他一定要追查这个刑事责任 要追到那个人把他枪毙掉 那当然他被关过 他就当顾问 那因为他已经有名了 很多记者就跟着他一起去 这样 工作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 要回美国了 明天要回美国 大家都到海边去 举行一个party 舞会 有一个记者说 对天啊你人生真的坎坷 有什么人生的智慧 Mister没有跟我们讲没有 他说yes I have 我有 希望把这一段录起来 你要在美国放的时候 把这一段把它放下去 你不要剪掉 我做错了 我真的做错了 我碰到那么倒霉的事情 也不是我的错 这个时代 实在就是碰到这个时候 碰到那么倒霉的事情 我不应该事后 还一直再回头想这个事情 路上路因 应该碰到这种事情 那么倒霉的 检讨一下怎么样 以后不要再发生 然后就把它抵立的掉 抵立的就把它消除掉 不要一直想这个问题 你整天回头回头 你整天会 就会害死你自己 应该抵立的掉 你人生才会快乐 这最后一句话 跟各位讲的 就是说你们以后读书 你国小一 国一高一大学 总会有一些 有些挫折 有时候碰到很难看的事情 碰到很不幸的事情 你要检讨一下 不要再发生了 就把它消除掉 抵立的掉 你的人生才会快乐 希望各位 在座各位 你的人生都很快乐 最后我再讲一个 不好笑的笑话 应该笑话 你不笑我 我也不会怪你了 那么就结束了 这是真的故事 我只会讲真的故事 我55岁以后就不再说谎 我一定是讲真的 OK 你知道不知道 以前要台北要到宜兰 都要走北宜公路 他没有那个滨海公路的 有一个人呢 他家里在楼东 他有一天半夜接到店下 你让阿嬷病危 因为他小时候就是被阿嬷带大了 哎呦 他跟太太说 你明天跟我请假 他就开 又穿上去 就开始拆北宜公路 北宜公路就是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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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二三十年前 他看得非常害怕 那天又有一点点雾这样 碰到九万十八拐的时候 他更害怕 他很转心开车 他怕鬼嘛 他看了很多名字 到了一个地方 突然前面就碰起 站了一个女鬼 穿白色的长袍的衣服 他下态了 他不敢 保护我看 等一下 等一下 也许不是鬼 我看他旁边好像有一个小孩 他就车子 就刷车 回头看 哎呀 果然有一个女人带了一个小孩 他门一打开 先生谢谢你 他就进了这车子 门就关 我说你 你要去哪里啊 我小孩子花梢啊 我没有车子啊 所以我在路边 看那个渣便吃 哦 那没有问题啊 那个门就一关 他往前开 你要到哪一个医院 没有回答 你在半夜你先生为什么没有一起来 没有回答 他看到反射镜 那女人不见了 那真的是鬼呢 可是听到那个声音 你小孩还在 小鬼还在 大鬼不见了 他都不敢回头 开到十八百 刚刚出了那个北宜公路 就有一个 右边就有一个派射手 他就赶快停在牌去看 那女鬼真的不见 那小鬼还在 他就把那小鬼报告警察 我问他一个鬼 你上来以后 那个小鬼 女鬼就消失了 这小鬼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祖母病危啊 那你能不能把我照鬼 他说好了好了 你赶快回去这样 那下午啊 他发现祖母又醒过来 没有往生嘛 他好高兴就回来 你回来经过那个 警察警察看那个小鬼 怎么处理呢 那警察 你你你你 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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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两三点 有一个女人 已经哭肿了一眼 他一看我们知道 孩子被载走了 他一看他孩子 现在载走了 这个竹八戒 那原来是什么 这个人 这个太太 那因为小孩子发烧嘛 他就像女孩的 突然那个小孩 车子经过也没有停下 到前面停下 他就对对对 就跑去了 接着到家里 要不要送一下 没关系 一眼为小孩子发烧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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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孩子放在后座 因为太冷啊 他就把门关着 回去拿那个行李 那车子就开错了 谢谢大家 因为实在太精彩了 大家大概没有注意到这个 大概已经两个小时过去 不过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开放 可不可以开放的那个JuneA时间 因为实在是 这是几人生的智慧啊 然后这个几十年的历练 相信可能有一些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们大老师 大家现在都还沉浸在刚刚 那个非常精彩的演唱片 有没有 来 听说 哦 要看到有 只是不好意思 那个发问的演声 有没有 好 我们鼓励大家发问好了 有发问的这个 大朋友小朋友 我们都送我小朋友 送我们的美丽新境界 这个发问啊 好 艺臣有没有想要问吴范老师 没有 你第一次来 不要不追 我不要感谢吴范老师 也会感谢中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所以各位有什么话 想要跟吴范老师说 或是跟我们说 都欢迎你们写在那个 问问圈上 对对对对 因为可能有些人害羞嘛 好像要赶时间的 我也害羞 你害羞 也害羞 我们那就写在E-mail上 好 谢谢 那我们再次 谢谢我们的范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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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